是鑽定所的老師 歡迎我們的何老師 吳老師吳燕 大家好 在我的觀念裡面不是鑽石值得投資 我的觀念裡面是 所有東西都值得投資 有沒有看到我地上有一雙拖鞋 這個也值得投資 為什麼呢 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有它的價錢 這件襯衫也是有它的價值 所以基本上就投資來講 我覺得任何東西都有它的價值 然後一盆花一盆 一個一盆花還是一個時鐘什麼 隨便一個東西都是有它的價值 只是問你說你買的那個CP值有沒有到那個位 應該是說有經過檢驗 只要是真的品質上都沒有問題了 都值得投資 我當然商用價值還是要周老闆為主 但是我們的角度是 那他的角度跟我是一樣的啊 其實希望讓所有的觀眾知道就是說 在寶石的投資上 其實寶石最重要投資的第一個要訣 一定它是要是天然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要 它的狀態是要被誠實揭露 又沒一個問題 將來如果需要錢 如何將寶石變現 這個問題太深奧了 我們先跳過 沒有啦 這個 沒有啦 寶石變現很簡單 這個問題我先跳開就對了 我加速一下 不然你今天是有建議生來 我們會一直問 跟價錢有關的問題 這樣不太好 因為竹魯綠的那個油很有趣啊 你去那個康世梅買那個嬰兒油 好 康世梅買那個嬰兒油之後 你給它泡下去 可以 可以撐個三天五天 對 油油亮亮了 然後很漂亮 對 你給它離開了那個嬰兒油以後 又回復原樣了這樣 對 它主要是因為 因為你沒有抽真空 它就會完全揮發掉 它會變成原來的狀態 所以有人抹了 把竹魯綠抹一堆嬰兒油 然後給你鑑定 對 還有抹過凡士林 抹凡士林 它受傷了是嗎 對 它其實是擔心說 竹魯綠是不是需要經過油處理 喔 凡士林不是那個 那個 就是有人在用傷口 什麼在用雜眼 對 這是我們整理的一個錶 讓大家知道說 在不同的礦物 就是在不同干預的顏色裡面 有哪些微量元素去產生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 其實都歡迎可以提出來詢問 要去你們電力所啊 也是可以 我們有專線 那你可以直接跟我們的行政部們 其實都可以取得到相關的資訊 你鑑定所在什麼西門町喔 對對對 我們在西門町 工商服務台的時候到 長沙街二段五十一號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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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會有同行派對不對 因為會啊 很多啊 那我是不是要趕著我們到 那可以啊 請客TGC 要開鑑定書可以走 要開證書找這邊喔 那如果要請鑑定師來現場 就是三萬就好了 一場三萬 一場三萬 對 一角133 周董剛剛 當經紀人是不是 我要抽兩萬九千左右 啊那我要當 六四抽 七三抽 請先洽詢周先生 我老闆他只是在的嚴肅 老闆只有我嗎 老闆只是看著 老闆只是看著 不要被他外表片了 沒有今天可能是有特別來賓 所以他跟老闆今天比較嚴肅 這個超夢的 對 就是很舒服 換他給你 想說會有個牌子什麼的 結果 今天我特別來看可能莊老闆 可能莊老闆比較嚴肅 OK 老闆裝的 其實產地 你算產地迷失嗎 也不算 算 算是產地迷失嗎 所以小如有一顆三顆啦 三顆啦 緬甸紅寶列掉 要150萬你要買吧 我沒有錢 你沒錢 不要看完整團可加微信或賴官方賬號索取周先生關心你